你先踹狗 然后我 我怎么会踹狗 你先踹狗 对 你就是这样很难 而且你骂我妈是老人 老人是骂人吗 公园遛狗却和人吵了起来 而对方是女演员叶安婷 你女儿打我巴掌 你先打我了 我怎么可能啊 你再说一次 你先打人的啦 你不用路啦 你先打到他 两条线啦 你不用路啦 你狗咬到我儿子 你就完蛋了 我跟你讲 疯狗跟疯女人 你要同 二十八号晚上 四足带着两只柴犬 到林口至洪池公园散步 途中叶安婷 一岁多的儿子 上前小摸狗 双方都出言制止 却吵起来 演变肢体冲突 阿嬷一直跟小朋友说 什么你不要靠近狗 狗会咬人啊 你不知道会 被他咬了会生什么病 你如果要生小孩 你就是要听 你不要学 我就跟阿嬷说 可是我生小孩 我也不会教小孩 老人就很快啊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就冲过来说 你骂我妈是老人 那我就什么 小心我踹你狗 还是什么 就做事要 往我的狗身上 就是踢 我一挡 他就马上用他的右手 甩我左脸巴掌 他打了一下 我的那个瞬间 他还冷笑了一下 就是 他的表情都在我脑中 后面怎样 你鬼叫什么啊 演员叶安婷 过去拍流行花园 演山菜闺蜜 打响名号 近年结婚 生下儿子 如今出门散步 发生冲突 他驳斥并强调 自己手臂也受伤 他很像第一句 骂我妈死老太婆 第三次 他又在骂老太婆 然后我就跑到他面前说 你为什么这样骂我妈 他就用他很尖的指甲抓我 然后我就把他挥开 然后他就说我打他 而且他说我踹他狗 我为什么要踹他狗 我自己也很喜欢小动物 双方互控动手 都验伤提告 谁对谁错 由司法判决 东森新闻 林玉泉杨洁安 在新北市报道